好 謝謝主席 我們是不是請嚴部長 請部長就被尋台 陳委員好 部長早安 我想請問一下 根據我們的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我們的這個動員 如何的區分 如何區分動員的準備階段 跟動員的實施階段 我們全民動員主要是跟地方的 總統人匯報來接合來運作 那在準備階段 就相關的這些民地物理的徵用 他必須要完成一些調查 完成支援我們全民防衛的一些支援 那在實施階段的話 我們每一年22個縣市 大概有一半 有一半縣要時兵時座 來做一些全民動員的一些演練 包含兵器推演跟時座的演練 部長 答案不甚正確 基本上你剛剛所說的這個 22縣市來做這個 還是屬於動員的準備階段 這叫做平時實施動員的準備時期 根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二條 的第二項 動員的實施階段 是必須要是戰事發生或 將發生或緊急危難時 總統依憲法發布緊急命令 實施全國動員或局部動員的時期 所以剛剛您所說的這個階段 還是屬於準備階段 還不叫動員階段 所以這地方很清楚 要開始進行動員的實施 它必須要總統經由緊急命令的發布 那經由總統緊急命令 所以現在在動員準備的階段的情況之下 我再跟您請教 動員的準備有兩種 您知道哪兩種 委員好 我是全民防衛動員室主任 動員的準備有一個是人力動員 一個是物力動員 對不起也不甚正確 根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五條 下一張 對不起 對 全民動員的防衛準備有分為行政動員 有分為軍事動員 行政動員由中央各機關跟直轄市政府負責執行 軍事動員就由國防部負責執行 中央各機關配合辦理 這個是國防部之所屬職責 那我現在要問的就是說 回到上一張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由於全球疫情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各國都已經開始 來進行一些封城或辦封城 或者說是禁止人民移動 或限制人民移動的一些相關動作 所以你看到 不管是法國 不管是義大利 不管是美國 甚至英國 國軍都已經在 這個進行所謂的這種部署了 我這邊要請問的就是說 國防部這一邊 在這個部署上面有沒有做超前的部署 各位委員報告 實際上當前的防疫的工作 我們支援這個中央疫情防疫中心 依據傳染民防止法第17條的規範 那我們所做的就是口罩的增產 還有化學兵的消毒 包含我們收容中心的開設 都都是依據中央的指導來做的 然後我們自己本身的防疫的工作 也包含了整個防疫的指導來做的 現在的重點是在於一旦疫情擴大 我現在要指的就是說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新北市政府 他們就要針對可能的 萬一肺炎狀況擴大 萬一的封城 萬一的禁足 要進行兵棋推演 部長你認為這樣子的一個 超前部署的防範 在地方政府來說適不適當 這個依法 就是傳染民防止法是紀條 這是由中央主導 我們國軍國防部絕對有能力 我們也全力的配合 好 部長我這邊就要問了 這樣的一個兵推 事實上就是超前部署的一個做法 那國防部你們針對這個兵推 可有派人參加 我們如果接到通知 我們會做一些評估 什麼意思 目前還沒有接到通知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新北市政府 針對這個兵棋推演 跟你們做通知 你們就會評估要不要參加 是不是這樣子 我想這個可能要透過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部長我必須要告訴你 剛才所講的就是說 軍事動員準備 是你們要負責執行 各機關是配合你們辦理 你今天倒過來了 你今天倒過來 你今天依法 是要你負責執行 要你負責規劃 這些部署是應該你提出來 不是地方政府告訴你 他們如果有通知 我們相關的議題 我想我們之前有化學兵器 支援的一個相關的配合 被動跟主動是完全不一樣的 今天看到各部隊都出來了 我今天就問你們 有沒有兵推規劃 萬一擴大封城 擴大禁竹 這種萬一的狀況出現的時候 國防部有沒有做好 部署的準備 有沒有做好兵推的準備 現在是地方政府他都要兵推了 而現在國防部還說 如果沒找我就不參加 沒有說不參加 我們現在目前還沒有相關的資訊 其實我就是要提供告訴您 第一個 如果他們邀請你們 其實不要說等到他們邀請你們 你們都應該要自己本身 要做這個規劃跟部署邀請 他們來參加 甚至是說 他們知道有這個部署 你們就應該要主動派兵力 這個相關的人去參加 目前都還不曉得 說地方上面的國軍單位會不會參加 中央層級更是沒有人 我們會透過新北的後備指揮部 就跟市長那邊辦公室聯繫協調 他們要準備怎麼做 我們做什麼樣的配合 那我在想 就是說國防部這一邊 針對這個事情 我必須要提醒你們 就是說 這個再過來的狀況 不是只是新北 台北 然後各縣市 其實在按照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是國防部應該Initiate這個做法 所以說不要等到地方分子 我們會完全準備 好 那我最後一分鐘 一個問題 再過來今年你們剛剛說 五千新兵 今年要入營 我就是問一個東西 這個口罩到底夠不夠用 因為我現在剛剛聽到你們講 我也不要問很長的時間 直接給您建議 剛才您說 屬於自我健康管理的部分的口罩 可以幫忙他們來 來這個說 因為他們現在行動不自由 當兵在這個裡面 所以有沒有可能 你們在這個部隊裡面 能夠統一的 統一的來處理 統一的收他們的健保卡 幫他們來跟這個疾病管制中心 來直接配發 然後這樣子的話 他們就可以按照他們的配合 拿到該有的數量 可不可以這樣做 我們現在已經這樣做了 已經這樣做 統一收起來 統一配 主動服務的一個精神 也就是說 收他們的健保卡 然後之後幫他們去訂去 來買主單 他們要登記需求量多少多少 我們就去買 各營區為單位 已經統一來做 好 因為我剛剛在你的執行上面 沒有聽那麼清楚 如果能夠這樣做的話 那是最好的 主動服務 好 好 那今天的執行長就進行 好 謝謝陳怡婷成委員 部長相關員請回